现今美国民众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测和治疗全部免费 但不少在移民申请中的华人就担心 如果被感染并且接受联邦政府的免费检测和治疗 会因为成为公共负担而影响移民 但这种顾虑显然是多余的 服务局目前公告的内容显示 该局鼓励所有出现类似新冠肺炎症状的人 如发热 咳嗽 呼吸急促等症状 需寻求必要的医疗或预防服务 这项防疫治疗服务不会列入在未来的公共负担评估中 移民局指出 公共负担的新政策 对于捍卫和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 及其医疗保健资源至关重要 为预防传染性疾病 新规不限制对包括新冠病毒的传染病进行测试 筛查和治疗 也不限制儿童或成人接种疫苗 公共负担新规定还要求 移民局考虑允许某些现金或非现金公共利益 可用于确定新冠肺炎病毒的检测治疗 适用于某些寻求延长居留 或调整身份的非移民条件下的公共利益 这些公共福利包括多数的联邦医疗补助 不包括CHIP或非联邦医疗补助的州 地方或社区公共医疗服务 此外 如果一些外国人居住或工作的区域 进行新冠肺炎病毒预防措施 例如社区隔离或检疫 或该外国人的雇主 学校 大学自愿关闭营业场所 以防范新冠病毒传播 则该外国人可以在其身份调整申请中提交证明 依此解释自己是受到此类措施的影响 供移民局在审理中考虑 中天中望 整理报道